江苏苏北的延城,是一座低调的城市,不像苏州和南京这样自带光环。 延城的历史也非常悠久,公元前119年银炎至县,如今虽然不以延夜为主,名字却保留下来了。 延城的海盐文化历史悠久,还建起一座海盐博物馆。 在延城的城南,有一片水街,是许多游客必须之地。不过这片水街并非古迹,而是新建的。 水街总投资3,1亿元,于2008年正式完工,定位于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 水街占地200多亩,位于行政中心区,也是文化核心区,承担城市特色商业、旅游观光、文化休闲等内容的重任,堪称延城的夫子庙。 在串厂河边的环形码头,乘坐木质旁船,经水路入口,穿过横帕水街景区最南侧的水城门,就进入水街。 沿街分布着50多家商铺,集中了与海盐文化相关的沿城特色旅游商品。 沐船缓慢地经过漂州戏院、老州茶舍、汉墨阁和水云阁,最后到达位于水街北端的沿商宅院大宅门。 大宅门占地面积约两万平方米,共有三近,是整个水街景区占地最大的一组集中建筑。 整个景区都是房谷建筑,水街向蜿蜒曲折,亭台楼阁临水而立,墙体采用黏土青砖,污面为青码或琉璃码,配置铝合金房谷门窗,展现了沿城水厢风情和海盐历史文化风貌。 串场河是古时的运连河,在河边建起全国唯一一座海盐博物馆,与串场河景观带, 沿读公园、沿镇水街互相衬托,沿读林城、水城、水街,也较好地提炼了沿城明清时期古建筑的风格。